先帶老師您進到OneNote的平台裡面 首先請您進到這裡 您在這個上面 在這個地方 123421 KNOW.00T 您就可以進到OneNote的平台 那麼您進來之後 您可以選擇看是要用標準的會員 如果您有這種帳號 就可以用標準會員登錄 那如果說您覺得我就先試看看 也可以用訪客的方式 也可以用訪客的方式 我看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各位的軟體畫面那邊 也有變大吧 有 有啦齁 好 所以您如果要用標準的可以從會員登錄這裡 我來按一下 好 您可以選擇使用 這邊的社群帳號 那但是比較不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Facebook有的那個 隱私選是比較嚴謹 會有登不進去的 好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您覺得不要用這個 我想用Email註冊也可以 您就按剛剛這個地方 有一個還沒有帳號註冊 您就可以自己選擇 您要的信箱 跟密碼 但是它會寄封真正信給您 你要去收信 我要去收信 這是 兩種比較標準的註冊方法 好那麼如果呢 如果呢老實想要暫時先試看看的 您就直接滑過訪客這邊 按一下這個 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 訪客代碼 您下次呢 就用相同的代碼 在這個地方 輸入 好在這邊輸入 那您所 瀏覽過的 課程 加入過群組 所做的筆記 就通通會繼續留在裡面 好就這個學習歷程 就可以繼續保留 好所以我在這邊按一下 現在呢就已經產生一個這個反課代碼 好那代碼好了 按了解 這樣您就進來了 就進到我們今天的這個 OneNote裡面來 好那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了 沒有關係 您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代碼在上面 好代碼在上面 那您如果用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編輯一下 您的個人資訊 按一下這裡 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看老師您要用真實姓名也可以 用您的暱稱英文名稱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反正 這個代碼呢 您就可以隨時從這邊再來查 那各位呢 一進來之後 會在發現裡面的這裡 您進來之後會在發現裡面的課程 那應該 如果說老師是第一次接觸OneNote的話 OneNote基本上就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所以上面不是只有我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上面我分享的東西最多 就是我有公開的 然後有公開的 那 像這個軟體也是蠻不錯的 3D的 3D的 那 我們今天的資料是放在發現裡面的群組 這裡 發現裡面 您按一下這個群組 這樣有看到嗎 發現裡面的群組 群組就類似班級 好類似班級 那課程的部分比較像是只有教材 教材 那我們的就在第一名 就在第一個 這個地方 你把它按一下 在發現裡面的這個群組 那我怕各位不小心忘記了 我先把這個畫面抓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我就釘在這裡 這樣都不會忘記對不對 好那麼 進來之後呢 這裡縮小一點來 來我再放 有沒有右上角一個加入 好你點進去之後 點到這邊進來之後 右上角這裡有個加入 你就按一下 這樣就正式進來了 就進到我們裡面來了 好那我們今天的所有的資料呢 我就已經擺在這邊 擺在這一邊 那其實呢 您如果說今天演習課程結束之後 你想要在 萬一電腦面沒有我們的檔案 在我們的右手邊 在右手邊這裡 您可以看到 我這裡有準備 有沒有 我們今天的這個 軟體的相關資料 都在這裡 那按一下這裡 打開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這樣老師應該加入就沒問題了吧 好